前龙五年 北京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跑银案 粮火盗贼竟然在一处被没收的宅院地下 抛出了十多万两金银 数量之大令人震惊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红楼梦》中大官员原型的猜测 那么大官员在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 这处被查封的宅院和大清全向明珠家有何关联 《红楼梦》写的是曹家家史还是明珠家族的兴衰 西北大学法学院柯兰教授为您解释 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 第三题 大官员是谁家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从《红楼梦》问世到现在 人们对曹雪晴以何为原型 写这本书有多种猜测 曹雪晴在《红楼梦》中描述了一个复杂的生活场所 大官员 大官员中的生活也描写得非常逼真 给人感觉似乎它是真实存在的 曹雪晴能写出来这样的效果 要归功于他身后的文学功底 但也肯定有一些鲜活的生活体验 上一集我们讲过 曹雪晴的佳作不是权贵核心层 他爷爷的官职就是个江宁之造 那北京城里的高层决策 根本轮不到他插手 你看《红楼梦》里面怎么写的 白衣为堂金做马 珍珠如土金如铁 那曹家他没有这个气派 贾野村要做官 贾政随便写了一封信 就替他摆平了 曹家也没有这么大的势力 有人说大官员就在曹家江宁之造府里面 名叫隋元 也有人说大官员不是操价的 北京的公王府花园就是大官员 总之说法不一 《红楼梦》成熟于乾隆连见 这书最初开始流传的时候 有不少人都猜测这书写的是明珠家世 您可别说 就从贾府这么大的气派和势力 在康熙雍正朝 还就使纳兰家比较接近 那么这种猜测从何而来 又是否符合事实呢 不过清代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刨营案 倒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清乾隆五年 北京内务府衙门破获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刨营案 北京玉山胡同有一处被没收的官房 被两伙盗贼盯上了 结果这两伙盗贼分别潜入这个宅子 竟然从地下刨出了数量惊人的经营 其中一伙盗贼头目叫陈顺 伙同几个齐人 勾结玉山胡同官房看守人 三次潜入院内 在一间旧房的山墙处 共刨得银八千四百六十余两 斤两千二百二十两 愣一会儿倒贼 那手笔更大 头目居然是太医院的院士 名叫齐殿喜 他连落了几个在衙门里边当差的齐人 干脆把这处官房买下了五十七千半 索性尽情开挖 一共挖出来银十万五千一百一十两 大清律律规定 得到遗失之物的 应该五日内将所得物品送给官府 不送官府的以作章论处 账一百 头三年 这两伙盗贼 就被依律处了刑 案发以后 内务府总管大审急了 怎么这地方还有银子 赶忙派人去继续跑找 居然又挖出来银子 十万两千三百一十五两 挖了三次 一次都没落空 那您说说看 这房子底下 到底埋了多少钱 盗取金银的粮火盗贼被缉纳怒案 然而早在十三年前 当官府查封这处宅院时 就已经从地窖中查获了大量的金银贤财 数量之大 甚至曾惊动过雍正皇 当时被抄家的时候 就抄出了地窖埋藏的白银二百万两 雍正皇帝十分震惊 这家人居然埋了这么多钱 为此专门召开了九卿会议 颁布了一条特殊法令 叫禁止埋藏金银令 其中规定 金银若深藏于地中 将来岁月记久 子孙亦不知踪迹 弃至土壤 身属可歇 凡有将金银埋藏地中者 一经发掘 将埋藏之金银散给地方平民 若被他人偷掘 已经拿货着 将金银追出 不给本主 义令散给地方平民 按照这个法令 谁也不准把金银埋在地上 只要埋了被发现了 就不归你所有了 这个法令 当时在各地都有张贴公布 一时间 北京城里人都猜测 为什么弄这么个命令 是不是这家房子下面 还埋着钱呢 有学者算过一笔账 这个房子下面到底埋了多少钱 抄家的时候就抄出了200万辆白银 陈顺等人挖出的金银约中11.6万辆 案发以后 内务府又挖出了10.2万辆 总计是221.8万辆 清代是16辆一斤 清代的一斤要大于我们现在的一斤 约合600克 221.8万辆 经营重约83吨 如果用载重8吨的卡车来抓 装10卡车都拉不完 你怪不得雍生黄 你这么震惊 这么多硬通货 埋在地下 如果没找出来 那绝对要影响国际民生 严重点说 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 假如那时也有网络 这件事情绝对可以震惊世界 官府查获的 再加上盗贼盗取的金银 数量之大震惊朝野 有耶识作者认为 这处院落附近就是大官员所在地 那么这处埋藏了这么多金银的院落 它的主人究竟是谁 为何拥有如此惊人的财富 按我们现在的逻辑 这房子下面埋了这么多钱 这主人一定得是超重量级的 这推测大致不错 这房子的主人叫安徒 雍正五年因为犯罪被抄了家 他和曹家一样 也是褒衣出身 但不是皇家褒衣 他不是朝廷的高官 但他们家的主人 可是一个绝对超重量级的大人物 那就是康熙朝赫赫有名的权像 纳兰明珠 安徒的父亲安三 是明珠的大管家 安徒是明珠的儿子 纳兰奎旭的管家 明珠还有一个儿子 就是著名的词人纳兰荣若 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纳兰姓德 而荣若是他的字 纳兰荣若早亡 他的弟弟奎旭 就成了明珠遗产的主要继承人 安家虽然是明珠的管家 他也就是个家奴而已 怎么会藏着这么多钱呢 史料记载 明珠的儿子纳兰奎旭 就是雍正皇帝 做皇子时候的死对头之一 他是铁杆的八野党 奎旭很有钱 可惜没有儿子 他的弟弟奎方 过去了一个儿子给他 他这个妓子 娶了雍正皇帝九弟 印堂的女儿 他就跟印堂结了亲家 奎旭还算幸运 在康熙朝就死了 没等到雍正登记 死的时候 遗产留下了白银九百万两 八百万两 归了他的亲家印堂 还有一百万两 给了管家安徒 抚养他的老母亲 印堂得了这笔意外横财 一下子腰杆就硬了 成了八爷印寺的坚强后盾 很多事情都给他出钱 你说这雍正皇帝 能不痛恨葵旭吗 雍正皇帝继位以后 马上跟葵旭算账 死了都不放过他 下令把他的墓碑挖出来 改刻为不忠不孝 阴险蹂躏 葵旭之墓 安徒是葵旭的管家 个性很张扬 在很多地方都仗着 辣篮家的势力做生意 炎业 陶瓷业 当铺 人生 什么生意他都做 所以虽然他家只是个 包衣奴才 积攒的财富 却超过了很多高官 他这么有钱 自然会招人眼红 难免有时候会被高官勒索 雍正的舅舅龙科多 老问他要钱用 前前后后要了三十多万两银子 雍正五年 龙科多犯罪下云 雍正就借机治了安徒的罪 将他定为龙科多的监党 抄了他的肩 陶银案让安家埋藏于地下的巨大财富 重见天日 人们猜测 红楼梦中的大官员是真实存在的 也似乎佐证了当时的一种说法 那就是 红楼梦讲的是明珠家事 大官员穷极奢华的生活 在曹雪芹生活的时代 恐怕只有纳兰明珠家的财富和权势 够得上这样的气派 那么曹雪芹笔下的大官员原型 真的是明珠家吗 红楼梦又是否真是明珠家事 明珠家族除了在实力上 与小说描写的相符 还有哪些事情与小说情节相吻合呢 西北大学法学院柯兰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 第三集 大官员是谁家的 红楼梦的成书传世 一直谜团重重 曹雪芹写这本书时 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书的作者 他到底忌讳什么 又在书中隐藏了哪些秘密 这本书到底以曹家为原型 还是写的全像明珠家事 曹雪芹生活的年代 女性缠足盛行 大官员中的女性 到底谁缠了小脚 有种说法 曹雪芹写完了红楼梦 后四十回也并非高恶续邪 这些究竟有何依据 在文字欲盛行的清代 红楼梦险些被禁服 他究竟经历了哪些劫难 才流传至今 西北大学法学院科兰教授 为您解开 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 敬请关注 从乾隆朝开始 有不少文人笔记都记载 红楼梦讲的是明珠家事 连乾隆皇帝都是这么看的 乾隆皇帝有一次看了《红楼梦》以后说 这大概写的是明珠家的事情吧 还有人猜测 大官员就在纳兰家附近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呢 康熙年间有个民谣 形容官员权势之大 要做官 问索三 要讲情 问老明 天要平 杀老索 天要安 杀老明 纳兰明珠出生于满洲显贵 叶和拉拉市 早年并未受重用 后来因为坚决支持康熙皇帝撤翻 受五英殿大学士成为执政大臣 掌握大权16年之久 那他为什么这么受重用呢 这个人有过人之处 他通汉语 汉语说得很好 康熙很推崇汉族文化 很积极的学习汉语文化 明珠很配合他这个政策 康熙皇帝很博学 那明珠就从各地找了很多汉族的知识精英 养在家里做门客 而且不惜重金 到处搜购珍贵的藏书 家里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 让门客们参考 每次一上朝 康熙皇帝提问一个什么问题 让他回去拿主意 他回来就把这些门客们招进来 开策划会 那你负责第一条 你负责第二条 十几个人 群策群力 最后拿出了一个方案 所以他的奏对皇帝总是很正义 他的为人 据当时人回忆 就是上面虎 当面对你特别客气 说话非常客气 背后算计你 他的很多贿赂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明瑶会说 要讲情 问老明呢 他有时候悄悄地在康熙皇帝跟前说你的坏话 你不知道是他说的 然后康熙皇帝生气了 等康熙皇帝再来承办你的时候 他再出面了 做好人 等你给他送礼 所以这个人是个性格很复杂的人 他最初并不是非常跋扈张扬 但到他执政晚期的时候 那他就全情朝野 越来越交恨 广结彭党 招权纳会 满朝都是他的门生党人 要想做官顺利 你得罪了他 那绝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当时有外申总督巡浮的职务空圈 要想做这些官的人 你都要给他送礼 谁送的最对他的胃口 谁就能上岗 史料记载 明珠权力鼎盛的时候 每到过年 豫章胡同他的府邸门口 排马了来送礼的人 北京城各个衙门的长官 和外省的总督巡浮 都派人来给他送礼 被排得很长很长 一直排到胡同口 挤得水泄不通 交通都堵塞了 好多人来排了几十天的队 这里都送不进去 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 《红楼梦》里第十四回 写宁国府办丧事 来送礼的人 都是公侯高官 他们坐的轿子和各色陈设 在贾府门外的街上挤得满满的 那书里这么说的 接连一带 摆了有三四里远 这还真是跟明珠家的气派比较接近 那曹亚锦家他没有这气派 纳兰明珠为人很精明 会经营 他看到历史上有很多的贪官 最后都覆灭了 他的理想就是希望他的家业能够永远传下去 所以他在受贿之外 还购买了很多田产 经营很多生意 北京城的很多当铺 各色店铺 都是他们家的 号称日进斗金 因为康熙皇里对腐败十分宽容 明珠生前一直没有被承办 死后给子孙留下偌大一份产业 但他一定不会想到 自己辛苦经营的偌大家产 日后会落到别人手里 和珅据说是中国古代排名第一的贪官 估计排名世界第一应该也差不多 其实和珅的财富 有相当一部分也来自于明珠家 乾隆年间 明珠的后裔纳兰成安得罪了和珅 和珅想办法治了他的罪 抄了他的家 抄出了很多珍宝 是连皇宫里都找不到了 玉渣胡同的明珠宅地 也被和珅霸占 这腊兰家和很多宗室贵族联姻 势力盘根错节 俗话说 百族之宠死而不将 雍正皇帝十分忌惮 腊兰家的财力势力 所以也没有彻底查办 因为他们家牵扯很多人 有很多后台 一直到乾隆朝 他家才算完全败露 从明珠发家 到乾隆朝 他家完全败露 差不多将近百年 中间经历四五代人 我们再看看红楼梦 红楼梦里从荣国公贾元 到贾府抄家 也差不多将近百年 中间经历四代人 这跟纳兰家的情况 也很接近 从纳兰明珠家族当时的财富 和在朝中的权势 以及家族兴衰过程等方面 似乎可以推断 红楼梦是以明珠家世 为原型创作而成 那么作者曹雪芹 为什么能对明珠家世 了解得如此清晰 两家到底有什么渊源和联系 部分小说人物在现实中 有真实原型存在 这仅仅是巧合 还是作者的设计 西北大学法学院科兰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红楼梦》城市传世之谜 第三集 大观园是谁家的 最近台湾中原院的院士 黄一农先生 利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档案 研究洪雪 发现曹家跟辣兰家 有很深的渊源 曹家应该熟知辣兰家的事迹 明珠有四个曾孙女 都嫁给了其人贤贵 其中有一个嫁得最好 成了乾隆皇帝的淑妃 这可能就是原音叹息四川的原型 那为什么乾隆皇帝读了《红楼梦》 说这是在讲明珠家世呢 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因为他很清楚 其人贵族之间 十分复杂的亲属关系 他一看到这个原音叹息 这里还有一个原春是贵妃 这不说的是我自己吧 说来说去 他自己还是明珠的曾孙女婿 再说到明珠的儿子纳兰荣若 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纳兰性格 时下是很多文艺青年的超级偶像 不少人都认为 贾宝玉的原型就是纳兰荣若 《红楼梦》里最动人的篇章 是黛玉藏花 出自书中第27回 宝玉知道黛玉有将落花拾起 装在锦囊埋葬的习惯 他就用衣精兜了些落花 要去寻黛玉的花种 还未走道 远远听见了黛玉在迎送藏花词 不觉吃到 藏花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里面 并不多见 纳兰荣若的作品中 曾经出现 荣若18岁重举 19岁重进士 文武全才 康熙皇帝非常器重 任用他做一等侍卫 荣若19岁娶妻卢氏 卢氏出身名门 两人感情很好 不幸三年以后 卢氏因难产早死 他因此颇受打击 为他写下了很多 情真义切的道王诗作 最著名的一首是 《经理曲王妇忌日有感》 其中写道 此恨何时已 低空皆 寒金女蝎 藏花天起 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里 藏花这个意象并不多见 纳兰荣若是当时满洲的第一才子 此作流传很广 曹远行创作藏花营 可能受到了他的影响 红学家考证 曹家与纳兰家颇有渊源 一直有来往 曹远行的祖父曹盈和纳兰荣若 是好朋友 相互仰慕彼此互赠师子 曹远行应该熟知 纳兰家的事迹 或者不经意之间 就利用了一些素材 所以跟他同时代的很多人 包括乾隆皇帝 才会认为这个书 写的是明珠家世 大观园就是纳兰家的花园 当然 红楼梦不是一部完全写实的作品 它不是报告文学 更不是真实的历史 但是同时代的重要事件 和作者的生活圈子 可能成为作者的素材 其实 大观园在哪里并不重要 因为曹远行心目中的大观园 是一个真正远离了腐败 和堕落的理想事件 曹远行在《红楼梦》中 表达了对政治腐败的极度厌恶 但也不经意的真实记录了 那个时代 达官贵人们 荒淫无耻的生活 历史上有很多贪官 你看看他们最后的下场 会感觉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真的就像《红楼梦》里面说的 闹哄哄 你方唱罢 我登场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攒了很多钱 在自己家里埋着 又不敢吃 又不敢喝 又舍不得花 提心吊胆 空气又不好 有的能攒一辈子 然后这辈子还没完 就被清算了 那明珠命好一点 他苦心经营 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关系网 经历了康熙 雍正 乾隆 三个皇帝 差不多一百年 攒了几辈子 连管家都跟着变成了盖师傅好 但是 到最后还不是都送出去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